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现在获奖无数 这次彩莫山水书画连展是由他与书澳国中校长杨乃光首次合作展出 母子连展在文坛获得许多的贺彩 书法家蔡上梅表示 自从退休以后跟着老师一起学习书法 每天都会在家里练制 虽然获奖无数 却未曾公开展出作品 他提到真的非常感谢谢曹青 黄曹松 林玉芬等三位老师的教导 丰富了他的退休生活 书澳国中校长杨乃光提到 这次的彩莫山水的主题就是有这个我们的水彩油彩西化的部分 还有莫的部分就是我们书法作品 那这次的在这个西化的部分呢 主要是这一年的一个回顾展 这个西化作品里面有包含水彩油画 还有树苗的部分 也欢迎大家共同来欣赏 杨乃光提到 这次能与母亲一起办连展 真的很开心 希望能够透过这一次的办展来纪念祖父以及曾祖父 这次的展出可以看到宜然景色的画作 更可以看到之前他在国外城市所游览时的画作 以上新闻由本台记者张凯婷采访报导